主持人、提问人、吴欣怡女士、赵少康先生 以及在电视机和网路前面的国人朋友,大家好 首先要祝大家2024新年快乐 也谢谢大家在元旦廉假期间 跟我们一起关心这场选战 关心台湾的未来 再过十几天 台湾即将要选出未来四年带领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 有国际媒体说这是2024年全球最重要的选举之一 全世界高度关注台湾人民即将选出什么样的领导人 什么样的总统 因为这个选择不只关系到台湾的未来 更关系着台湾是不是持续在正确的道路上 和国际一起合作壮大 还是从世界脱队成为风险的来源 这有关全球的稳定跟繁荣 这八年来 因为对的政策 台湾变得更加的活跃和壮大 我们告别22K 走出经济上多年的困顿和停滞 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要角 在全球政治上 更多国家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 因为合作带来更多的安全与机会 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化非常快速 台湾和世界正面临三大变局的挑战 等待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一个变局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这包括高科技供应链的重组 美中贸易战 以及俄乌战争下 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 中国内部社会经济情势的不透明 以及全球新冠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都持续当中 面对全球经济的变化 过去八年 蔡英文总统用对方法 六大核心产业的推动 在近零永续成为世界先进产业发展的 新标准趋势下 以安全效率的供应链 取代低成本竞争的上一波全球经济 台湾逐渐站稳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角色 而且举足轻重 不可替代 我们增加了三成的公共建设预算 投资三大方案的政策继续在做 让我们整体的国力持续提升 也因为过去几年台湾经济不错 所以我们全体国人同胞也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 包含发放三倍券 五倍券 也帮大家加薪减税 增加幼托 长照的福利 减轻人民的负担 稳定民生物价 接下来第二个变局 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 威权势力的扩张 美中之间的竞争 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国际局势的变化 让许多国家在变动中 也在找寻因应之道 面对地缘政治的动荡 台湾努力和理念相近的国家 发展关系 在两岸关系维持稳定和平的现状 这是两岸人民以及国际社会 对于台湾所期待的最大公约数 我们更以冷静不照进 理性不挑衅的态度来应对 这也是八年来 蔡英文总统被国际社会所信赖的路线 这样的立场 不仅让我们赢得国际的信任 在2024年的现在 确保台海稳定的现状更成为国际社会重要的共识 第三大变局 就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花国挑战 正快速爆发 包括气候的变迁 新兴科技 大规模传染病 跨境犯罪 假讯息 网狱 资安 与数位安全等 这些新兴挑战 不但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演变成 安全与生存的威胁 这几年 我们刚经历了新冠肺炎 这个全球疫病对我们的冲击 就是一个例子 面对这些挑战 蔡英文除了争取 更多国际间双边合作的机会 也扩大办理全球合作训练架构 GCTF 透过美日澳等理念相近国 共同合作的平台 针对气候韧性 防灾减灾 公共卫生 跨境打击犯罪 数位治理等诸多议题 建立有效的交流机会 我们有足够的远见 充分接轨全球新知 才能妥视因应 与前瞻布局 共同掌握 国际共同合作的机会 我们的副总统副总统 在未来 应该要有国际观 要有世界观 要有面对世界的智慧与能力 成为国际所信任的合作对象 我们才能够在面对 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 有更多的力量与资源来因应 世界在改变 台湾要往前走 我们不能再依赖8年前 16年前的旧思维 旧方法 国民党所提出 面对未来的政策 无论重启服貌 或引进大量的 终生来台工作等等 就是这些成就的主张 台湾不能回到过去 或许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最近国民党常常说 民进党执政 大家民不聊生 但是回顾8年前 国民党执政的年代 当时的股市只有8100点 年轻人的薪资 停滞在22K 社会照顾资源匮乏 如今台湾人均GDP 已经超越韩国 达到将近33,000美元 这几年的经济成长 居四小龙之首 台湾对外出口 也成长了七成 而且无论是幼儿照顾 或长辈的长照资源 都成长了好几倍 劳保基金累积波补 到今年也会超过两亿 各项的国际评比 都显示台湾的竞争力 不断地上升当中 无论是台商回台投资 或是外资看好台湾 来台投资 在蔡英文总统任内 都屡创新高 两相比较之下 就可以知道 谁说的是真 民进党就是 比国民党会治国 更会照顾人民 更会拼经济 对的路就是要继续走 当然台湾整体亮眼的 经济成长中 难免有一些被遗落 生活比较辛苦的人 我们除了用加薪 减税增福利的方式 减薪大家的负担 我们更会与时俱进 滚动式的检讨 我们更有调整的能力 提出最好的成绩 走对的路 让下世代的台湾人 都能够安居乐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